冻干水果是什么原理 冻干是一种造出的干造工艺 先用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对水果进行御动 然后把它们送进针锋环境 提供一个低温并且稳定的热源 水果里的冰就会生化成水蒸气 用冻干工艺加工的水果 营养物质损耗少 形态变化小 并且具有很强的护水性 加水浸泡后可以最大限度的恢复原状